从黄浦军校出来的 而蒋介石作为黄浦军校的校长 与我国的很多元帅 其实也是有很多交际的 而有一个人却让他万万没想到 竟然还被分为了元帅 他就是许向前元帅 许向前是在24年考入的黄浦军校 毕业后许向前留在了黄浦军校 但只是一个小牌照 而许向前元帅之所以会加入革命 正是遇到了孙珠山先生 而与孙珠山接触的时间里 孙珠山也并没有发现许向前有什么特殊之处 也并没有重用他 而在黄浦军校期间 蒋介石这样奇才的人 竟也没有从许向前身上找到闪光点 而且在许向前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 因为许向前说的是家乡话 听起来很土气 蒋介石随后便摆摆手说 他毫无价值所以并没有重视他 然而在许向前交了我党之后 他的智慧才能则被挖掘得厘厘尽致 从五年被受嫌为元帅的事情上来看 时段前 谢谢大家